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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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悦 有一天 这个 有几个晚辈打电话找我 我说说你在家 我说我在家 好 我们马上来 很急 来到这儿 一本正经坐下 跟我们讲 我爸爸他要结婚 我一听我就笑了 妈妈去世很多年了 他爸爸要结婚 我再想想看 他爸爸七八十岁了 能找到一个老伴 那我说 他要结婚 你没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们不赞成 这么大年纪干嘛还要结婚 我说年纪大了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呢 我说让我好好想想 我再问问你爸爸他给你答复 你 我再打电话 找我的老朋友 我再讲 我说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喜事啊 他说我在谈恋爱 马上要想结婚 但是现在让我生气 我的孩子反对 我说他反对啊 我说他反对啊 也许是为了保护你 但是有一点 我再问清楚一点 你们这个 双方彼此 都很清楚 你们是爱对方吗 他说当然是这样子 我老伴走那么多年 我现在两个人 两个老人在一起 和相互给友帐 我是说的也对 我说这个财务上的 他说有什么财务 我根本没有钱 他也不会贪图我的钱 嫁给我 我说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来跟你一个孩子说说 我就告诉他们孩子 我说爸爸结婚了 是希望找个老伴 两个人相互的照顾 因为你们不可能嘛 天天跟着爸爸在照顾他 两个老伴有话和说 两个老伴出去有手可拉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这么一说呀 两个孩子好像没什么话讲 我说记得这件事 更重要的一点 老伴是你爸爸的老伴 他虽然不是你们的生母 但是记住了尊敬他 因为他跟你爸爸在一起生活 对他多一份尊敬 你爸爸的心里也开心 那个老伴 就是你们的记住 心里他也会舒服 你觉得这样 对不对 你爸爸的生母 是你爸爸的心里 你爸爸的心里 是你爸爸的心里 是你爸爸的心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